最後一個新聞 這個是在週末在南加州呈現發生在 Laguna Wood發生的槍擊案 當然 紐約的Buffalo的槍擊案死了十幾個人 加州這個週末也發生了三起槍擊案 都跟幫派有關係 絕大多數的數據還有資訊 都還沒有完全的釋出 所以說我們今天討論的 也是離我們最近的 也是我個人認為教會是絕對需要注意的槍擊案 槍擊案發生之後 我在很多chat裡面就看到 很多一堆po文 說一堆文章 說什麼 熊手是台灣人啊 熊手是大陸人啊 什麼什麼這個啊 這個這個那個的 請不要跟左派一樣 一直在那邊打種族派跟國際派了 那個人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還是外星人 他就是個壞人 他就是個殺人犯 很多華人媒體跟華人組織 基本上都是左派組織 開始呼籲要有更多的槍擊管理 紐約 加州 芝加哥 這幾個地方是全美國槍支管理最嚴重的地方 而且 永遠都是槍擊案最多的幾個地方 原因就是因為那些壞人知道 人民 好人 被政府打壓 普通的人都沒有槍 普通的人都害怕槍 所以他們才敢大膽的去那邊犯案 紐約Buffalo那個槍手 在自己出來的這個宣言裡面也說了 他是要去那邊殺黑人的 他就是個種族歧視的一個人 還有紐約的槍支管理 讓他不用害怕人會反擊 因為他們沒有槍 這個就是犯罪心理學 我在這裡呼籲教會 因為 墮胎法案的關係 教會一定會被攻擊 除非你的教會是什麼那種 彩虹旗啊 變性人的教會 教會一定要提倡憲法第二修正案 教會一定要鼓勵自己的教友 持槍保護自己跟自己家人的安全 祷告要同時付出行動才有用 要跟神一起做 你祷告的內容才有用 建城牆的時候要邊工作 另外一隻手要拿著武器 如果你是教友 你打算持槍保護你的教會的話 請你一定要跟你的牧師說 跟你的牧師討論 這個樣子牧師才可以讓這些 持槍的人彼此認識 真正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們才可以合作 擊斃那些壞人 而不是互相認為彼此是壞人 然後結果被彼此打死 要記得就是 壞人原本就不受法律的控制 槍支管理管的是 原本就守法的好人 就算全面禁止使用槍支 壞人還是會有槍 壞人還是會用其他的武器殺人 例如英國 他們進槍了之後 用刀子殺人的比例就大幅上升 我們無法阻止那些變態殺人狂 但是最好剋止他們的方法 就是我們強大到 他們不敢再做這些事情 所以說 我在這邊絕對呼籲所有的教會 開始保護自己 還有開始了解你州 還有市區的槍支法律 趕快去買槍保護自己 跟自己的家人 以及自己的教會 有些人說 AI News 都只是把問題指出來 沒有解決的方法 可能就是 他沒看到最後 因為我們每一集都會說 我們能做什麼 跟我們該做什麼 持槍這件事情 是我一直不斷在呼籲的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馬上可以做的事情 來保護我們自己 跟保護我們的教會 我是Eton 謝謝大家收看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男家兒童和尚團現在開始報名了 男家兒童和尚團成立於1998年 曾到紐約波士頓 華盛頓特區夏威夷等多處演出 並參與國內外各大音樂節 榮獲各大獎項 均取得優異成績 從即刻起接受報名 課程均由專業指揮教師指導 5月22號前報名都有特別優惠 新一季將在6月11號開課 每個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歲 9到12歲 以及13至18歲 不同年齡段的課程培訓 歡迎打電話 626-779-6767報名諮詢 或是登陸網站填寫資料報名 記住在報名的時候 請告訴他們 你是看到AI News來報名的 會有一部分款項 特別贊助到我們的施工哦 也歡迎各位在5月21號的時候 歷臨現場聆聽男家兒童和尚團 第23周年音樂會 一直在天埔市的以馬內力宣誓會 5月21號下午4點鐘 期待你的到來